共同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桃子 欢迎你准时收听收看我们的桃色新闻 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录音间请到的是 BigData蒋志威营运长 欢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 在这个YT上面可以看得到 其实呢 我觉得在这个大数据呢 常常会看到很多 你们很认真的一些整理报道 那我觉得这一次呢 营运长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 叫做网路十年的更迭 对不对 这个其实网路十年是从 今年2024嘛 就是2014开始 对我们倒推 因为主要为什么我们公司选这个起始点 也是因为网路温度计在2014年诞生的 所以我们就在想说 这十年来台湾的社会 还有我们的网红 他们在这十年间产生了哪些变化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议题 是 可能就从这个食衣住行嘛 就是生活方式啊 学习工作 购物消费娱乐等等 大家都有不同的变化 第一个就讲吃哦 哇 这个吃我 我想大家都很有感 你光讲外送这件事情 十年前那时候根本 你不要说十年 大概八年前也还没有这么发达 其实没错啊 我们在想 其实今年有一个很大的事就是 Uber Eats并购了Fu Ponda 对吗 确定了吗 就是还在走 对还在公平交易还要确定一下 但是其实大家知道最先进到台湾市场 其实是谁 背头 不是你先说 是谁 其实最早进到台湾市场是2009年是Fu Ponda先进来的 所以我们常说不是先抢先赢哦 其实在整个市场的变化上 你可以看到说 在整个外送行 那后来进到市场来之后 经过整个很激烈的厮杀之后 好现在其实最后是Uber Eats占据上风 那你你以为我北投在乱讲吗 葳葳 你知道什么事吗 北投到现在还有啊 就是骑机车的阿伯 他们才是最早的Uber Eats 他们才是最早的Uber Eats 因为在北投地区的民众 大家都知道从很久以前 因为以前要在小姐上班 那所以他们还会去 比如说有的时候买宵夜啊 到现在还有这个服务哦 还帮你挂号 就是说你不用先去 我去哪个那个中药行 或什么先挂号了 帮你去拿那个健保卡挂号了 快到了 我再骑机车载你去 所以我们去我们北投朋友家 永远那个北投前五大名 就是美食 那个阿伯就去帮我们买好 然后送到他家来 很方便 对啊 其实那真的是我们的先驱 是是他是先驱 所以我看到Uber Eats 当然现在也非常方便 因为他不仅是Eats 其实包括你的十一住行 像我们刚刚讲 你需要什么用品 或甚至是很快的这种叫什么 就是家用品什么的 他也有很快速 不只是这个App 其实像是比如说家乐福啦 有很多这种大卖场 他们就开始 他会变成那个加速配 就他有两个App 一个是大卖场的App 那加速配意思就是说 加速派了对不起 派还配 反正我都有 然后就是你需要某些菜 某些油没有了 他可能就是两个小时后 就送到你家了 所以现在真的这个 当然也要因为网路的发达 对 对不对 你自己觉得 就是最获利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个人生活里面 是外送吗 还是线上定位还是 其实我觉得都是 因为以前像线上定位 我们其实很忙 有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定 而且其实你在定位上面 其实就店家来讲 以前店家要处理定位 他光人力上 他其实他就很吃他的人力 我们知道说 尤其像现在 人力成本是很高的 他还要有人来处理定位的问题 其实像现在整个 线上定位的App 他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而且像有些店 他还是有连锁的 所以说有线上定位的App之后 他其实不同的连锁店 他可以说我在A没有 可是你可以试试看B 所以他其实是非常快速的 解决大家定位的痛点 所以我们其实看到 网络科技带来的进步 他其实让我们在饮食上面 其实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且当然最大的就是 对不管是店家 或者是消费者 都带来很大的便利 对 这个我倒想跟你讨论一下 很有意思的 因为我在不同的地方 生活过 然后我就发现 比如我们在上海的时候 他们的河马 饿了马 美团什么 都是非常快速淘宝 那台湾现在也是 就是急起直追 这个也是非常快速 很好 但有一个地方 我真的不了解 叫做新加坡 你知道我在新加坡 我看我一个礼拜前 订了矿泉水 我老公因为现在陪儿子 他说 你看矿泉水 怎么一个礼拜还没到 因为他的线上 有很多不同的店家 结果那店家居然给我显示说 我已经包装好 但是还没有派送 所以我心里就想说 新加坡也没有真的很大 怎么会反而这个东西的效率 没有去做出来 我觉得很奇怪 还有一个很大的app 叫做Lazada Lazada上面有些店家 是跟淘宝订货的 有些是不同的什么 纤实或是超市去合作 所以他很麻烦 你变成我这样订 我这样你看起来是整合了 可是我订了这里面 如果十样东西 分别从三个不同卖场 他就不会一起送来 因为他还是有货运 集仓的问题 所以这个就很奇怪 我就觉得 反而我觉得新加坡 应该是最快到达的 就没有 我那个矿泉水 好像现在还躺在仓库 我真的要疯了 追仓回去可能可以收到 所以其实 还有一个像刚刚讲的定位 对 对不对 像我们去旅游 比如去日本 你线上定位 也是很方便 那当然有名的店家 你可能早一点 那你也不用去 有时候打电话去 就是语言不通 或什么 就直接线上定位 而且疫情那时候 其实是助长了很多的 线上的餐饮 还有这些 像我们那时候辣杯杯 就是在疫情期间的 我们的这个料理包 就卖得非常好 所以你就觉得说 线上这件事情 真的是就是解决 你又可以了解餐厅的 即时人数跟预约状况 对不对 然后又解决 大家就是说 像以前我最接我妈的职业妇女 下半说她还要去买菜 买料买什么 现在不用 嗶嗶就过去了 的确我们在 我最近其实就是 也才知道有这样的服务 为什么 你没在住吗 我是说 有一个新的服务 就是它 也不算新来 就是我们订Uber的时候 其实我现在可以 再加一个服务 就是叫 全联送牛奶 这件事情 其实它是可以加购的 但其实我以前是不知道 我想说 哇这真的太方便了 有他就说 你十分钟之内 在这些店家 他都可以顺道去取 因为他有顺道过来 对 所以其实现代人的生活 因为网路的这个发达 所以你这个 真的 如果你想要 就是减居住 就是关在家里 都没有问题 吃喝玩乐都有 那行这件事情呢 这个网路的发达 对于旅行的帮助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 以前都是参加旅行团 但是在2014年 现在大家常用的 KLU跟KKDAY 这些旅游平台 电商的崛起 就让大家自由行 都变得非常方便 我觉得旅游业很惨 以前我们还透过旅行社安排 你帮我安排行程什么 现在全部 就找到了 对 所以所谓的旅游业 它现在也走到了线上 他们也开始 激起直追 做各种线上的服务 今天呢 为您请到的是 我们Big Data 大数据公司的营运长 威威 蒋志薇 再聊一聊说 因为Big Data也十年了 那么这十年来 到底我们观察到 人类的生活 因为网路的发达 变得多么的这个 不一样 刚刚讲到吃 现在讲到行 那我想问一下 威威 你现在自己出去旅行 你会看哪几个APP 做功课吗 其实刚刚就有提到 我主要就是上 KLU跟KKDAY 我两个会一起做比较 因为它其实 现在流行的是 很多是目的式的旅游 你到当地之后 你可能 你想要体验 当地的生活 那其实他们都会推出 这样的一个服务 所以等于我们以前 过去跟团 就是旅行团 安排所有的行程 那像最近 不是还有一些 新闻的议题 就会出现说 你参加旅行团 它可能会有一些 强迫式的推销 你必须 因为你跟团 你就要消费 那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 只要有跟团的 你大概都会知道说 因为它相对 假期前比较便宜 所以你当然会妥协一些 可是那如果我们能够自己 来做线上 自己规划行程的话 我们当然就可以 随心所欲 不过当然 你就是要花很多时间 做功课 对 所以其实你看 除了这两个平台 当然之前像什么 Agoda 还有什么 那很方便 订住 基加酒 对不对 基加酒又更便宜 然后这上面 又可以比较 然后当然你要去 注意那些小字 老花眼的人请注意 你自己要戴老花眼镜 因为有些小字 是他说定了不能退 有人说 七天前可以退 都有一些限制的 像我自己都会上网 先看YT 就是YouTuber会推荐什么 那后来我就发现呢 有一些大部分的YT YouTuber 预算有限 所以他们推荐的东西都一样 就是比如说 他们一定会叫你去警示场 吃什么东西 京都 然后我才不要去警示场 因为都是人 你知道吗 然后再来他们吃 大概推荐都一样 就是没有差异性 所以我就继续扩大说 除了YouTuber 然后就可能有小红书 TikTok 你就会上去看 但是这上面也有陷阱 就网路也有陷阱 什么陷阱呢 就是他可能是商务合作 他就推荐了一间 真的很不好吃 吃完我很生气的 就去给了插评 给了一颗星 然后那样的餐厅 居然还可以被大家刷到 3.9颗星的时候 我就 我如果遇到这种事 我是真的很难过嘛 因为你又花了不少的钱 然后吃出来的品质那么差 这种我绝对会上去留负品 然后我就没想到一流 用真名吗 对 就没想到一流挑战 淘尖眼 我说啊 对对对 非常容易上新环 对 网路温度计 即时报导 对 所以这个 但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良心的建议 就是说 我们要讲出 所以然 不是纯粹的骂人而已 就是 网路你也可以很快的看到资讯 就是到底他好不好 所以这些我觉得在出行的时候 有时候也可以买到一些便宜嘛 对 对不对 像就是刚刚讲 不管是机票 或是尤其是住的饭店 有时候最后一刻的时候 会是减到不错的价钱 那但是呢 大家其实旅行还是 我觉得 还有一个东西 我可以推荐给大家 就是每个人都会问说 诶 那个几度要怎么穿 这种 这种很可爱的朋友 就是他没有去查人家温度 但是你又没有觉得 你查了温度有时候是不准的 没错 你知道吗 居然被我那个大直男老公 我推了一个什么 你知道吗 他说 你去看那个 呃 Live Cam 我说什么东西 他说就是实时的直播的镜头 我说哪里有 他说大城市一定都有 结果就真的在京都阑山 找到一个Cam 然后就看到那里的人穿什么衣服 你就知道说 哦 其实没有那么冷 不要戴太后的外套 所以他大概在几个大景点 都会有街头的一个 即时影像 对 所以因为你知道我老公 常在看高速公路路况 所以他就知道说 全世界的大城市 主要干到都会有那些 Live Cam可以看哦 好 那这些这个旅行 大家都知道 你很多人都会用 再来有一个 娱乐的玉 哇 就是线上学习这件事 对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你记得以前 大家只要讲到线上订阅 其实过去是推不动的 因为以前的人 并没有使用者付费的观念 尤其在网路上 对 可是这十年来的变化 大家都愿意 使用者付费 那我们其实从数据上 你可以看到说 为什么大家愿意这样做 其实它跟一个 行动支付普及率 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们其实从 线上课程来看 我觉得现在因为 线上课程非常的多元 而且也很专业 我相信大家就是 最熟悉的可能是 2015年最早的 好好 好学校 然后再来到 Press Plague Academy 好 那以及还有这个 知识卫星 这些这几个 线上学习的平台 其实现在大家 都会上去做的 我们其实因为 因为我们 我一个朋友 他是在做 这个平台的负责人 那有一次 我们就在帮他算 哇他的那个课程 这样算一算 他可能开一堂课 很成功 可能他的费用 学费 可以破千万 我说哇你一堂课 就破千万 真的有这么好赚吗 之前不是有个网后 已经不知道收入 已经快到亿了吗 对 所以但是他说 其实也不一定 这么好赚 但是但是 这个数字呢 其实你看到的 的确就是在 线上学习的增长 大家都愿意做 这件事情 而且很多 很特别的课程 你都可以在上面找到 因为其实每个人 现在兴趣不一样 越来越小众 所以说线上平台 它的确就是提供 你学习不同的内容 像我的女儿 她想学日文 好那我们最近 可能就上了一个 有一个艺人叫 艾丽莎莎 艾 而不是 艾莎 艾莎 她就 你看我们真的是 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女儿 她们就是学艾莎的课程 就学日文 那她在里面 她其实就有很多 学习的乐趣 她就跟我说 妈妈 我觉得这课程不错 她觉得初期还蛮单纯的 就是很简单 就可以入手 对 我自己也在规划 要开一套线上课程 可是这个规划 我们就一直在看变化 比如说以前 可能名人教你学说话 你很快就买课了 后来其实现在买课的人 而且很有意思 我有问她们的大数据 她们就告诉我说 大部分是女性 而且就是可能是上班族到 比较五六十岁的女性 会是主力 买课的主力 我就觉得说 女性真的是 非常的孜孜不倦 你知道吗 然后我觉得说 线上教学 真的是非常的好 尤其那时候 COVID-19的时候 其实不只是线上教学 大家都可以在家里工作了 对不对 透过线上 但是唯一一个还有差别的是互动 就是有些是做好的整个课卖给你嘛 那但是我自己上过互动的课 我那时候学韩文 然后结果那老师就会在 可是你几乎你 当然你可以发言 可是你光是抄笔记都来不及了 所以你也不会怎么发言 然后我在那个疫情期间 我还学了一个线上课程 奇门遁甲 哇哦 我就在 因为那时候在疫情期间 你真的不知道这个没完没了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头 所以我就学了塔罗 跟奇门遁甲 我觉得说 很有意思 其实这样也能学习 然后这样 像现在AI有很多 他说教你什么 就是AI去做报表 或AI做什么什么什么 这样 我觉得这个学习在目前 我们的世代里面是 不断在更新 而且是永不止息 我觉得很大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Big Data大数据的营运长 蒋志薇薇薇薇 这十年来的这个 网络的方便影响着我们 其实接下来你还要谈到的是 哪一个方面 我们其实这十年来 网络很重要 它为什么能够改变很多 我们在网络上的行为 是因为支付的普及 没错 根据整个数据资测会的调查 我们从支付 以前其实大家是不信任的 其实在2014年 支付的普及率很低 只有4.8% 可是在2021年 已经突破了七成 到了明年 几乎整个普及率 可以达到九成 其实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这十年间 它可以大大的 让我们整个网络使用的行为 更加的便利 那我们也访问了 全英支付的总经理刘美玲 他其实有跟我们提到说 为什么这支付可以变成这样的便利 主要是因为技术上的突破 还有法规的演变 以及大型通路业者加入 所以大型通路业者 我相信现在桃子姐的手机里面的支付的APP 除了我们的Apple Pay Line Pay 可能还有很多像全英支付的这个插配 什么配都有 各种卡 你说信用卡 那个大家都知道了 像去那个叫什么 日本 就是西瓜卡已经在里面了 已经在电子支付了 然后你就 但是西瓜卡 我跟你讲 这就是又讲到各种bug 很好玩 西瓜卡的充值 因为它是在你手机里面嘛 它是不能在地铁站充值的 我终于在TikTok上面 有一个人教了 他说你必须到7-11的那个机台 然后按哪一个扭 他才能够从里面这样充值 很奇妙 所以就是还是有小小 当然你自己从自己的卡去充值 也是可以啦 这样子 不过你刚刚讲这一点 我想到了李开复 他是一个企业家同时 也是对于这个 就是他承认于苹果 矽谷图形 微软 Google这些公司 他都担任要职 你知道他在很多年前 去美国演讲 我心里想说 我难道跟李开复先生 可以同一个等级吗 你知道他去演讲的 就是线上支付 他就告诉当场的美国人说 你知道中国现在线上支付 多么的发达 因为那个时候大概是 七八年前吗 然后下面美国人听得一愣一愣的 他们那时候还 因为那时候老美还在付美金嘛 他没有办法想象 你拿一只手机 连糖葫芦 连卖水果的 大叔大神 都有一个QR口 所以现在已经几乎 我觉得全世界都可以了吧 可能少数第三世界的国家不行而已 不过我们现在 其实台湾还是会有一些问题 因为其实像台湾 支付真的 虽然说已经可以达到九成 但是你要大家 全面性的整合使用 还是有问题 因为他可能是因为 因为现在大家领现金还是非常方便 你到Seven到监运站 通通都可以领现金 那另外还是有很大的 很多人诈骗 那他对于安全性的信任度 其实是有问题的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说 店家他可能觉得说 他不想要去收这个手续费 或是付这个手续费 或是缴税 所以他其实不太愿意用这个支付 所以像您提到说 像你出国旅行 像我们到中国大陆去 现在的支付就是 你其实打开你的支付系统 他就可以叫车 他可以叫吃的 他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可以 其实台湾我们现在 还可以叫药 就是我们半夜经痛 需要止痛药 也会有人 嗶嗶嗶嗶就把你送来了 他其实一个app就解决 但你看像我们现在 我付费 我可能他会要 你要说 你要统一发票的载具吗 载具完再继续扫支配 然后如果你还是百货公司的用户 他会说你要不要百货公司的会员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 真的说对了 当时我们蜡蜡蜡蜡 我就去受训 我里面都可以帮忙 外面还讲到那个收银台说 你要不要学一下什么 我就听到第三句我就已经 我不行哦 你们年轻人还好了 就是那个收银台的那个真的要头脑很清楚 对 因为他其实你要扫的太多了 而且其实他的确 他会delay你整个付款的动线 因为你后面很多人在排队嘛 所以其实我们也在想说 台湾的支付也许未来 他一定会希望能够走到这一步啦 因为其实现在已经很方便了 但是又要扫这么多 其实对于你说像老人家 他可能听到就说 哦我要发票就好了 我没得扫 我不想要那么多东西 因为他扫完他还要问你说 那你的会员呢 然后接下来再来付费 其实那真的对很多人 他其实是会却步的 但是不可否认就是可以看到说 这十年间他的确带来很多的便利 是 对 不过你刚刚讲的这个重点就是老人家 我觉得真的都不要放弃老人家 因为包括像我们过了40 你都是老花眼 现在30岁老花眼的也有 你知道有很多那种支付 就是速食店 他不就是直接用鸡台点吗 你知道老人家最后都没有确定送出 有的是要三道 确定送出下单这样子 你知道老人家可能就确定完 他就站在那边呆呆的 然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觉得有很多的里长 里长辈啊 你们一定要开这些班 帮助老人家 因为他们也想要继续的消费 继续的带孙子出去玩 可以嗶嗶 他也会觉得很开心 所以我反而觉得是这个知识中间的这个传承 落差 对 这个真的是要迅速的教育老人家 因为大家都要继续的生活在这个便利的年代 好的 今天要非常谢谢葳葳来到我们节目中 谢谢你哦 谢谢桃姐 谢谢各位听众观众拜拜 拜拜 就爱点你 UFO UFO